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声明开始我们今天的宗教教育课 今天我们要来一起上第七课 耶稣和尼格迪姆以及撒玛利亚夫人的重生 我们一起先跪下祷告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声明祷告 感谢慈爱的天父 让我们能够在网络上寄居 学习您的话语,敬拜你 求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遵守您的诫命 也求您赐福给我们 求耶稣用圣灵来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能够成为您所要我们成为的样子 也求耶稣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这一堂课 专心的来学习您的话语 并且呢,将您的教育会 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愿意却荣耀,颂赞,都归给主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阿们 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背诵的圣句 就是约翰福音三章第五节 那我们一起读一遍 奉主耶稣圣明读经 约翰福音三章五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这里呢,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啊 我们要进天国必须要符合这两个条件 就是要从水和圣灵生的 好,我们来看一张图片 相信大家对这个图片都很熟悉吧 这就是电影院的票 那其实啊 圣灵呢 就好像是这一张票一样 入场票 我们必须要拥有这一张票 我们才能够进入 那一个地方嘛 对吗 所以圣灵呢 就是天国的一个入门票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学的这一堂课啊 就是讲述 关于一个人 人名字叫尼格迪姆 他跟耶稣 从耶稣身上学到了什么 然后呢 耶稣呢 告诉了尼格迪姆什么呢 关系到圣灵 是进神的国的一个重要性 好 我们来 先看圣经约翰福音三章 第一到第八节 OK我们一起来读哦 约翰福音三章 第一节 读到第八节 来一起读 有一个法利赛人 名叫尼格迪姆 他是犹太人的官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 拉比 我们知道 您是由神 那里来做师父的 因为您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神统在 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格迪姆说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母父生出来吗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 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风随着意识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 也是如此 好我们来看这一个圣经章节讲的就是有一个人名字叫做尼格迪姆 那尼格迪姆是谁呢 尼格迪姆其实就是一个法利塞人 OK 所以他是犹太人的这个工会里面的其中一员 这里讲说犹太人的官来的 所以尼格迪姆是属于算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一个一个领袖一个官来的 那他呢是按照摩西律法还有就是犹太人的传统来去教导别人来做一些决定的 所以呢这个尼格迪姆他看到了耶稣行的神迹以后呢 也听了耶稣的一些训论之后呢 他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 是神派来的 所以呢他想要去找耶稣要跟耶稣谈话 所以但是呢他却等到夜里 这里是要讲清楚 夜里的时候他才去找耶稣 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尼格迪姆要在夜里才去找耶稣 才去见耶稣呢 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写到啦 但是呢我们推测一下 应该就是尼格迪姆不想要被人看见 如果大庭广众去找耶稣的话 全部人就会看见 所以他选择在夜里应该就是为了避免 为了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不要让人家看到他去找耶稣 因为呢尼格迪姆的这个宗教啊 是一个很很很自负的一个宗教 可以这样子说 OK 他的他的同工啊 他的他的工作 他的这个身份跟他有同样身份的人呢 他们都是法利塞人嘛 都是那一群呢 生气了耶稣的 在想方设法要要除掉耶稣的 所以他身边的这些 他的工人 他的朋友啊 都是这样的人 要除掉耶稣的 是耶稣的敌人来的 所以呢 尼格迪姆应该是害怕在大庭广众之下 众目睽睽之下去找耶稣 这样子可能会毁了他的名声啊 所以呢 他就选择在夜里去寻找耶稣啦 那耶稣到底教尼格迪姆什么东西呢 耶稣教他说 如果一个人呢 要进神的国呢 他就必须要重生 耶稣讲重生 那个尼格迪姆一听到重生 这个是他想象到的什么 他想象到的就是 变回去baby一样 进到妈妈的肚子腹中 再重 再生出来 他想到的重生是这样 怎么可能呢 怎么一个大人 又可以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 又再重新生出来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耶稣就告诉他 什么叫重生 那你们知道什么叫重生吗 就是刚才好像我们有读到 约翰福音三章五节有讲到 从水和圣灵生的 耶稣讲的重生 指的就是这个啦 就是受洗 洗礼和领受圣灵 这就是耶稣讲的重生啦 耶稣不是讲的是我们 不是讲我们肉体 变回baby 然后进到妈妈的肚子里面 又再重新生出来 耶稣讲的不是这个肉体的重生 而是讲的是灵 属灵的重生 那我们要在灵性上 属灵上重生呢 我们就必须要接受洗礼 OK 当我们接受了洗礼之后呢 我们就好像拥有了一个 新的生命一样 在这个灵性上 在那个属灵上 就获得了新的生命 因为我们把旧的那个 罪恶的那一个生命 跟耶稣一起 同时 然后又重新复活了 有了新的生命 是一个没有罪的一个新生命啦 所以呢 什么叫属灵的重生 属灵的重生呢 就是洗礼和领受圣灵 记得啊 属灵的重生就是 洗礼和领受圣灵 OK 好 那 接下来呢 刚才我们就有读到啦 耶稣讲 圣灵就好像 就跟这个风来做比较 那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用 要把圣灵和风来做比较呢 想一想 为什么风和圣灵 他们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呢 这里耶稣也有解释到啦 因为呢 我们可以听到声音 我们可以听到这个风的声音 我们知道它是存在 当它吹的时候 我们可以听到 可以体验到 但是呢 我们却不知道这个风是从哪里吹来 然后它吹到哪里去 我们不知道 圣灵其实也是这样的 我们不知道这个圣灵是从哪里来 也不知道它会往哪里去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存在 我们怎样看到呢 就是当有人用灵言祷告 就好像每次祷告的时候 教会的人都会有 用很奇怪的舌头的声音 来祷告 听不懂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圣灵 所以我们能够体验到圣灵的存在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 也不知道它从哪里去 也不知道它往哪里去 跟风一样 不知道哪里来 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但是呢 我们却能够看到 能够体验到它的存在 所以耶稣就把圣灵和风来作为比较 OK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读这个圣经章节 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一到二十六节 这里就是讲到第二个人物叫 撒玛利亚的妇人了 来我们一起读 约翰福音四章 第一到二十六节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 他们收门徒撕洗比约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撕洗 乃是他的门徒撕洗 他就离开了犹大 又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序家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在那里有雅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 那时约有五正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夫人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的夫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你 给了你活水 夫人说 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 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 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耶稣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全员 只永到永生 夫人说 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 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耶稣说 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夫人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 你说没有丈夫 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夫人说 先生 我看出你是贤子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道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说 夫人 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 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 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夫人说 我知道 弥赛亚 就是那称为基督的 要来 他来了 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好 我们已经把这个故事给读了一遍 那首先来看一看 撒玛利亚在哪里呢 你们看这个地图 有一个图黑部分的 就是撒玛利亚的境界 OK 那 在这个地方啊 其实已经有很多年了 上百年这么多了 犹太人呢 和这个撒玛利亚的人呢 其实是敌人来的 这就是因为啊 他们不赞成说 关于敬拜神的地点 所有的犹太人呢 都在耶路撒冷敬拜神 因为神叫他们在耶路撒冷建圣殿嘛 对不对 那撒玛利亚人呢 就是啊 在其他地方敬拜神啦 所以呢 啊 他们就因为这样子的这个啊 不同的观念呢 就啊 成为了敌人啦 所以呢 这个犹太人通常呢 他们都不会经过撒玛利亚的地带的啊 就是图黑这个部分 他们宁可绕远路 也不要走过这一个地区 因为他们就是啊 水火不容的 因为这一个拜神的地点 在这一个课题上啊 有分歧 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敌人 所以通常犹太人是不会经过啊 这个撒玛利亚人的 可是呢 耶稣却在这个撒玛利亚进的一个城 刚才讲叫叙加这个地方 他就进了这里 然后在一口井上 雅阁井上 休息 然后呢 门徒呢 都去买食物了啦 然后就有一个女人啦 啊 他就 来打水 OK 这时候呢 啊 其实是圣经里面讲是五正 这个时候应该不是打水的时候 所以这个女人 她独自前来 她一个人过来打水 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时间来的 OK 不是平常人打水的时间 可是这个女人却独自一人前来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她独自一个人 在这个不寻常的时间 不是打水的时间 过来打水呢 啊 其实啊 应该啦 她应该就是不想要遇到其他的女人 因为她有不好的名声 那她名声不好 所以她不想要遇到其他人 所以她在这种不寻常的时候 就来打水啦 啊 之后耶稣也有讲到 她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呢 哎 看到这个女生来打水啦 那耶稣就跟她说 你可以打水给我吗 哎 她竟然要求 一个犹太人竟然要求 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打水给她 所以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是觉得很奇怪 因为通常 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就是敌人来的嘛 所以呢 啊 当耶稣啊 跟她要水喝的时候 这个撒玛利亚人就很惊讶 啊 因为耶稣是犹太人 她是撒玛利亚人 啊 然后 这个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 她就 啊 在她意料之外嘛 对不对 啊 所以就惊吓了一下 然后呢 耶稣 怎么回 怎么回答这个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来我们一起看 约翰福音的四章第十节 四章的第十节 你看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 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哎 这就是耶稣的回答 OK 好 耶稣讲的这个恩赐啊 神的恩赐啊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这里 耶稣福音七章三十八三十九节 所讲到的 这里讲到说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父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 是指着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所以同样的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 讲的不是这个身体上的这个口渴 要寻找水喝的这个这个生理上的需求 不是耶稣讲的是指灵性上的渴 灵性上的渴 OK 所以呢 这个属灵的这个口渴呢 我们就要找耶稣才能够满足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 所谓的恩赐 神的恩赐指的呢 就是圣灵 OK 那当然的那一个时候呢 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呢 他不明白 所以呢 耶稣就继续解释了 这个 这个恩典 这个礼物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啊 耶稣呢 他是拥有能力 可以赐人这个属灵的满足 这种永恒的 这个恩赐 因为呢 我们的神啊 他也被称为是 活水和生命的泉源 我们可以参考这 这三四个圣经章节 就是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 以利弥书2章13节 17章13节 以及诗篇36章第九节 都是讲到说 我们的神啊 是活水和生命的泉源 所以耶稣呢 他有这个权力 有这个能力 可以给我们这个 属灵上的满足 这种永恒的 其实啊 我们的属灵 我们的灵性呢 其实跟我们的肉体 是一样的 它是有需求的 就好像我们的肉体 会口渴 会肚子饿 我们会想去找水和食物 来满足我们肉体的需求 同样的 我们的属灵啊 我们的灵魂啊 也是一样的 而我们灵魂上的这个需求呢 却只有真神耶稣能够满足我们 所以神呢 他已经应许了我们这一个 属灵的粮食和这个永远不会渴的这个属灵的泉源 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做的呢 就是求这个东西啦 求这个恩吃啦 刚才我们也有讲到 这个永远不渴 永远都不会饿的这个东西 就是圣灵 喝了永远都不会渴的 所以当耶稣讲这个道理给他听的时候呢 他却 这个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呢 却还是以为是肉体上的这个口渴 那耶稣就暂停了一下跟他说 来去找你的丈夫来 那当他讲说去找你的丈夫来的时候呢 这个撒玛利亚人却说 我没有丈夫啊 你错了 我都没有丈夫 这样子 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说 去找你的丈夫来 其实耶稣已经知道了他的背景 然后耶稣已经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了 所以才叫他去找他的丈夫 所以耶稣说 没错 你是没有丈夫 因为你有五个丈夫 而且现在这个丈夫呢 也不是你的丈夫 你想一想 这个撒玛利亚夫人的婚姻生活 是不是很乱 已经有五个丈夫了 而且现在这个丈夫也不是他的丈夫 这是很隐私的事情 肯定就是他的秘密来的嘛 对不对 可是耶稣却知道 所以那一刻开始 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呢 就对他改观了 他一定不是普通人来的 不可能会有一个犹太人 会知道他的这些私事 这些秘密 可是耶稣却知道 所以他就认为说 耶稣应该就是先知来的啦 当他知道的这一点的时候 当他知道耶稣是一个先知的这个事情之后呢 他就转了话题 他就问起了关于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矛盾 就是到底应该要在哪里敬拜神呢 耶稣就告诉他 新时代就要快来了 现在之后呢 人呢就不需要去任何一个地方来拜神 而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当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 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呢 就自动的提起了说 我知道关于弥赛亚 当弥赛亚来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我们这一切 到底应该要在哪里拜神 所以当他提起了这个弥赛亚的时候呢 耶稣却直接告诉他说 你现在跟你讲话的这一个人 就是承认说 我就是弥赛亚 耶稣很直接的就承认了 跟这个撒玛利亚人承认了 我就是弥赛亚 可是你想想之前 耶稣在这个犹太人 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稣哪有这么做 哪有直接承认说他是弥赛亚 如果耶稣当时在这个犹太人的圣殿那边 就在耶路撒冷直接承认他就是弥赛亚 可能他马上就会被石头打死了 是吗 所以他在这里呢 遇到了这个才来这里几天而已 两天而已 却清楚的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 我就是弥赛亚 所以耶稣在这里两天 还有很多的撒玛利亚人来相信了他 也感谢他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见证 因为有他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见证 造成很多人都知道认识了耶稣 而且还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 那耶稣呢 没有把他的生命就直接给了这个犹太人而已 而且呢 耶稣呢 其实是要救所有 就是全世界的人 耶稣来的牺牲的生命 不只是要单单救这些犹太人 而是要救所有的人 其他国家的人 包括这个撒玛利亚人 也就是犹太人所所排斥的这些人 耶稣也要救他 所以耶稣的救恩 神的救恩 不是给单单一个民族的 耶稣的救恩 是给所有的地球上的人类 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 你是来自哪一个文化 哪一个族群 神的救恩 都是给所有人的 所以呢 在使徒行传呢 就讲到了 当圣灵来的时候呢 你要为我做见证 从耶路撒冷到犹太 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耶稣吩咐 有门徒们说 圣灵来了之后呢 你们就要去传福音 传到地极啊 就是全世界所有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去传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福音 OK 好 来我们做一个总结 今天呢 这一堂课呢 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不管我们来自什么样的背景 不管是很富有的 还是很贫穷的 不管你是不是受教育的 还是没有受过教育的 神的恩典 是给所有的人的 只要你寻求他 他就会把这个恩典赐给你 OK 所以同样的 我们要进入神的国 要进入天国 你要领受洗礼 还有领受圣灵 那洗礼很简单 只要来到教会 学习神的道理之后呢 相信了耶稣之后呢 教会就会安排你洗礼 要得到圣灵呢 就要祈求 要努力 不放弃的迫切的 祈求圣灵 当你领受了洗礼 领受了圣灵 你就有了进天国的这个入门票 你就可以进入天国了 OK 所以神的救恩 不是给单单一个族群 也不是给有钱人 然后穷人不可以 没有 不管你的背景怎样 你的背景是有钱的 还是很穷的 不管你有没有受过教育 都好 神的救恩都是公平的 给所有的人 只要你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类 都拥有 都能够去拥有这个神的救恩 只要你寻求他 只要你去求这个真神 神就会把这个恩典赐给你了 OK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结束了 所以 请大家 同心末道 哈利路亚 阿们 那我们的课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